作词 李宗盛 和我一起飞 寻找那被甜蜜 捆爆了滋味 我们在美丽心路 像一通回归 我的领度空间 突然变得很美 让我笑了真正 爱得纯粹 我和你在一起 总像被春风吹 这种感觉 让我陶醉 时间悄悄转换 我们见得错对 有了一种久违的甜蜜体会 每天都和你 相应在门眉 最过心来 有多少回 多想你和我一起飞 和我一起飞 把浪漫的心 重新支配 多想你和我 和我一起飞 寻找那被甜蜜 捆爆了滋味 我们在美丽心路 像一通回归 我的领度空间 我的领度空间 忽然变得很美 让我笑了真正 爱得纯粹 我和你在一起 总像被春风吹 追过我 追过我 醒来 有多少回 多想你和我 一起飞 和我一起飞 把浪漫的心 重新支配 多想你和我 和我一起飞 寻找那被甜蜜 捆爆了滋味 我们在美丽心路 像一通回归 什么事啊 不能在电话里说 也不能在家里说 会跑这来 有急事 不过我还没有决定好 是不是应该告诉你 你和嘉飞一起这么久了 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今天很想弄清楚 算了 拜拜 确实是有要紧的事啊 那我们找个地方吧 不用看了 他晚了 三十五分钟了 他这个董事长的架子 摆得比这个楼房都要高了 我这个普通董事看到他 快要低头弯腰九十度了 他要回来的话 你跟他说一声 他要不回来 打电话跟他说一声 所有事情明天会上摊 陆董事 究竟您是为什么 苏淼淼 你念大学的时候 老看那种什么心灵鸡汤的书 那是好事 不错的 但你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了还在看 那种什么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话 是失败者的他 是失败者的他 长进长进吧 服务员 服务员 让我们睡觉 好 好 经常来这种地方吧 何嘉飞也来过 何嘉飞也来过 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呢 你大老远把我叫来 不会就是让我坐在这儿看着你发贷 你喜欢嘉飞 是真心喜欢吗 你真心喜欢嘉飞 你真心喜欢嘉飞 是吗 知道吗 还第一次对一个男人表白 还真不太适应 我真是搞不明白 佳飞为什么会喜欢你这种人呢 你说什么 佳飞喜欢我 真的假的 这么说 咱们俩算是 情敌了 佳飞她 要死了 你说什么呢 昨天拍CT的时候发现呢 她脑子里有个血栓随时可能恶化 要手术难度太大 又没有药物能够化解 她的时间不多了 安康我告诉你 如果佳飞知道你用这种悲劣的手段来跟我精灯了吧 你输定 你打算怎么喝是你的自由 我只是跟你说一声 不过 这件事你不能告诉佳飞 我走了 我警告你 以后不许拿佳飞的生命开开玩笑 听见了吗 这么大的血啊 真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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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事啊 这场血可真大呀 是啊 少辉找过你吗 找过啊 你呢 看来这个院里的上上下下 除了她自己 所有人都知道了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才二十多岁 还什么都没开始呢 谁说是 好了 菜都齐了 真丰盛啊 真丰盛啊 你还要装不知道 装到什么时候 你在说什么呀 我装什么了 妈 有什么话回头再说 先吃饭 这鱼啊 是我最拿手的菜 吃吧 我已经 看过病历了 啊 只有症状 没有诊断结果 你在胡说什么呢 医生都是干什么的 就只知道看病 却不会诊断 做了那么多的检查 还不知道是什么病 什么就死腹上 什么人心人数 都是骗吃骗喝 骗钱骗人的说辞 甚至连你也在欺骗我 我什么时候骗你了 不是跟你说了 只是有点轻微的脑震荡 所以要吃好睡好 安心调养身体才行啊 又是鱼又是肉的 没点清淡的 你教我怎么吃啊 你说的也是 都是我的错 我给你重新做一顿 要不给你煮点粥 喝点粥好不好 我吃 我都吃 你 你这是怎么了 嘉妃 我就是饿得太厉害了 我什么都想吃 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啊 嘉妃 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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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 苏小姐 听说那怪事又出现了 没你的事 前台那两个谣言制造机 动作也太快了 连你都知道了 不止我 全公司至少有一半的人 把你们的对话已经传遍了 怎么就与我无关啊 人人有关啊 没告诉您的是谣言吗 谣言 我正要找你呢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究竟怎么回事 我哪说得清楚啊 没让你解释 你解释得了吗 重复一遍 时间 地点 人名 对话 怎么了 我电话都会炸了 内线外线同时才行 随便拉一个过路的 才知道你跟袁总总的 现在随便过路的 都知道我的行踪 是这样的 你好 找萧家宝董事长 麻烦通报一下 请问您是哪位 国际网球俱乐部 VIP客户经理 我姓冯 好 稍等 我们问一下董事长行程 喂 你好 喂 你好 赵薛董事长 谁找 好 我马上下来 你好 我是董事长助理苏妙妙 请问是您要找董事长吗 是的 国际网球俱乐部 VIP客户经理 你好 董事长出差了 有什么事情 我可以带给讲话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薛家宝小姐 是我们的特殊 VIP客户 很久没出现了 所以怕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董事长 近期不能去贵俱乐部的问题 我想前段时间 有人跟你们联系过了 说明了情况 是 可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觉得事情 有点奇怪 奇怪 嗯 一个星期之前 薛家宝小姐 给我们发了一封邮件 说是因为天气原因 要在十二月十七日那天 也就是昨天暂停练球 我当时没觉得什么 以为是以前发的 可能时间发错了 但是昨天真的 下起瓢泼大雨的时候 我们整个部门 都想起了这份邮件 找出来一看 发现指令清晰准确 不像是写错了时间 邮件呢 需要吗 这是贵董事长发给我们的 您可以问他一下呀 如果不麻烦的话 能不能帮我转送一份 董事长在外地 毕竟联系起来 没有那么方便 可以 薛家宝小姐 很长时间没有出现 现在突然以这种方式 主动联系我们 这让我们俱乐部 觉得特别不寻常 所以特地派我来看一下 苏小姐您看能不能 我会带为转达你们的关切 但是这件事情 我们需要做进一步的了解 再给你们回复可以吗 谢谢 再见 再见 不知道这个薛家宝 这次搞的是什么鬼 不过他这次的鬼搞得非常到位 把董事会的紧急会议都给搅和了 是啊 把我吓的 吓唬你算什么本事 现在有些人是心慌意乱神迷 总之忘了 本来我认为 我是薛大小姐的眼中钉肉中刺 可她这么一失踪 神呀佛呀都跳出来了 我才知道我的妙小 我的人微 我的这点事 就不是事嘛 那您说的是谁呀 您不算事 是谁算的 包助理 这就是你的优点 你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有我袁芳 那当然 人才 人才 那袁总 这个江董事长是不是 嗯 敏良是我手中的一步好奇呀 现在是不管是风还是雨 都刮不到我的跟前了 对对对 来这边 关机了 手机电话网络通讯全被我关掉了 怎么样 这回他们拿我没辙了吧 不怎么样 你就等着吧 最多一个小时 人就出现在你面前了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好 怪我 怪我没说 行了吧 我帮你怪 怎么办啊 你不是家宝出的什么名的 你怎么就认为一定是他的作为呢 除了他 谁会这么胆大妄为莫名其妙地 做出这种无聊的事 这八个字你说过了 气质上吻合 可动机呢 方法呢 宋花的事情我不理解 将今的事情 声音也确实是他的 网球俱乐部的事 如果出了他 谁还会这么在乎谁去不去练琴 要是搞怪的话 在公司那么高就算了 我猜肯定是他 好 就只有这些鸡脖子吗 你做了半天的饭 就给平平顺顺吃点鸡脖子吗 还有两个鸡爪子 你就打算给孩子们吃这些吗 可他们爱吃啊 什么爱吃啊 他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吗 营养还要不要了 还长不长个子长不长肉 你说你这个小叔究竟是怎么当的 只是偶尔的没事的 你觉得没事就没事了吗 昨天他们和你吃的什么 青菜拌豆腐 前天又吃的什么 方便便泡米饭 我说安康 你难道就这么狠得下心吗 你就忍心每天看着孩子们吃这些吗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你都知道了 就你这个脑袋还要瞒着我 对 都怪我 对他们太不伤心了 真的就只是不伤心吗 那我问你好了 那个上了锁的抽屉里的钱呢 你那个宝贝存者里的钱呢 这你也知道了 你是不是又想说 全都拿来给我看病了 好 安康 你最好有庆有重 都是我不好 那你打算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你最近只伤半天半 另外大半天都在家里弄这个那个没用的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薪水会少一大半吧 对吗 从明天开始 你该上班就上班 该帮人家修东西就马上过去 知道了吗 可家里还有 家里的事就不用你管了 家务 我会自己来做的 如果收入不增多的话 那我就局实 你这个大笨蛋 小气鬼 你女带儿童欺负孩子 我 对了 上午帮你挂了很多电话 这几个是必须要回的 标准答案帮你准备好了 写在下面 其实问的都是一个问题 这个别挂 这是我的 已经挂了 谁是家飞啊 没谁 走吧 陪我吃个饭 最近脑子都快炸 好 这些真是公司的论坛了 我看到很多 妮妮的爱情在发言 这些人也太恶毒了 敏良 你别往心里去 私奔 小三 别人的棋子 该骂的都骂了 算了 想想现在怎么办 你觉得这些流言蜚语 会不会是卢董事所为 现在还不好说 不过真的可以对你构成威胁的 只有卢董事 可是现在紧急会议 你刚刚散啊 他提着也没有什么意思 是不是 论坛上这么多流言蜚语 我解释也没有用 你的意思是 谣言始于知识 我正好验重了这句话 真的是谣言吗 明梁梁 如果真想拆穿公司事项 我们可以见招拆招 总有办法解决 可我担心的 是伤害到薛董事长 不过正如你所说 事情真的是薛董事长所为 那担心的 该是卢董事长自己 你不相信家宝 不是我不相信 关键的问题是 我们现在根本找不到薛董事长 刚才有人发帖说 公司最近会有大动作 这两个臭小子 弄得一地的沙子 扫都扫不干净 真是的 嘉飞 跑那么快 您这是干什么 给你做饭来了 我们家炉子上给你喂的汤 菜呀 整在你这儿做了 为什么 替你贺大叔立功赎罪 你看 他都把你逼进医院了 你刚出来 怎么能让你做饭呢 我来做 你歇着 嘉飞 你别累着 这些活 待会儿有人给你干 你放心放心歇会儿去 放那转 嘉飞 第五婶 您大白天的怎么跑出来了 没事 嘉飞啊 这是我给您熬的中药 安神补心的 效果特别好 这是一天的量 分三次喝完 苦吗 治病还怕什么苦啊 这药可是好药盟药 管用就得了呗 谢谢第五婶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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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 啊 我还以为喝大事儿 哎呀 哎呀 我还以为喝大事儿 在跟我开玩笑呢 原来 原来还真有人来帮我扫地啊 不过让人奇怪啊 何大叔 没想到您真的也会干家务活啊 你就得意吧 要看 嗯 我看你能得意多久 好啊 您还威胁我 那我就去跟厨房说一声 别动 我哪是威胁你啊 我只不过是过过嘴瘾 嗯 怎么了 累了吧 看来您这次被贺大婶儿炫得够呛啊 都开始关心我累不累了 我才被你吓得够呛呐 哎 你说你一晕呐 他半天都醒不过来 嗯 我呢又不是故意的 嘉飞啊 你要是要个三长两短 那你喝的什么 哎呦我的天哪 你说你这个 胡说八道 没扫完呢 没扫完呢 你别扫了 你买我 你快走走走走回去回去 回去吧你 别听他的 我来你的鞋子 我来你的鞋子 我先你先 忙着呢 你怎么回来啊 你不是帮佳飞寻心去吗 生活所迫得赚钱哪 有了钱才能给佳飞看病 你说是不是啊 行行行 你等会啊 走咱一块去 还能快一点 没事 早点送完早回去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没有 我自己的生日都不记得了 谢谢大家给我过生日 谢谢 生日贺卡 上面写满了大家对你的祝福 按照公司的规矩 你必须要读出来 读不出来 对啊 好好好 好 应用大家的要求我读出来 江董事长 祝您 新岁更帅 年年有今日 今日账工资 此 这我可做不了主啊 董事长贤康丽 祝两位早日合作 请问薛家宝女士为何成为 成为隐形人 末然回首 家宝董事长 灯火阑珊 请问您在何方 江董事长 度日如年 薛家宝小姐还有几多计算 什么意思啊 我想思想到大 这是我收到的最特别的一份生日礼物 一个找不到自己老婆的男人 很可笑嘛 其实不管怎么样能博多大家一笑 我的生日过得也挺值的 谢谢大家 谢谢 哦 对了 其实我来呢 是想告诉大家 公司的电脑需要杀毒 大家下班辛苦一点 每个人负责一层 谢谢 不杀完毒不许下班 你也太绝了 杀病毒一人一层 你是没有看到 他们的脸都快绿了 你说公司的人每天都这样胡思乱养下猜疑吗 当然是小人 是案件 谁啊 卢董事 不然呢 我们得赶紧抓紧时间中下榜了 他也在抓紧 上次取消的紧急会议 这两天就要重新启动了 他早就知道了 只是不说而已 大家当他不知道 他也装不知道 装得可真像 你说我都没看出来 天天等死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都不敢想 反正想起来就是难受 尤其是想起以前 他飞扬把护打我的样子 那么活生生的一个人 竟然 明白 你这么一说呀 我心里有点难受 我特别怕家飞随时会死掉 有一次看见他呆坐着 还以为他就这样死了 不知道我有多担心 这个事跟你没关系 再说了 要不是有你在啊 他们有点还被人拐卖了呢 我就是蠢呢 现在就算再后悔 那又能有什么用呢 哎 有事吗 有事吗 事情没完您就这么算了 不敢惹你呀 我可不想就这么一直糊涂下去 不要 我也不想啊 没用啊 可是没办法身不由己呀 我这好奇心啊 没把猫害死 差点把你害死了 要不 我们再试试看 我现在觉得我的身体已经没事了 你现在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我不敢碰啊 就算要炸 我自己会到一边炸去 绝对不会跟您同归欲尽的 您放心吧 真的 不应该说的话 我是绝对不会说的 那好 江飞啊 那我们现在 开始循序渐进 好吗 嗯 嗯 这样说吧 比方说 这件事情 你把它给忘记了 我们就得千方百计地想办法 把它弄清楚 对不 是什么事呢 嗯 你最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 我到底是谁 太含糊了 你说得清楚点 哦 我究竟是怎么受伤 又是怎么失忆的呢 啊 啊 那我问你第一个问题 你当时受伤的时候 你觉得哪儿疼呢 嗯 好像 感觉哪儿都挺疼的 不过 也没有特别明显的疼痛 第二个问题啊 现在你过马路的时候 还怕车吗 不怕 因为我觉得我能够躲开 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安康告诉你 你出了车祸 你就相信安康 以前你见过安康吗 嗯 我见过 他当时 穿着 快递公司的制服 哎哟我天哪 怎么说你要老何老何 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你把挂家为逼死 你心不甘是不是 你轻点轻点吧 不是我逼的 哎 是他自己要跟我说这事呢 他是个病人 他说什么你听啊 你脑子犯昏哪你啊 你别动手动脚的嘛 去 我跟你说呀 我们说好了 这次要循序渐进 我没逼他 你 你行了行了 我真的没逼 真让我说穿是不是啊 贺大叔 贺大婶 我今天就跟你们透个底 这房子是我的 这么多年跟你们收房租的 那是我的亲戚 你们要是不想在这儿住 趁早走 我乐意收房 这 我说这十几年 我就没见过房东 原来是你啊 第五事 您千万别这么说 我们花钱在这儿租房子 不去我们的楼房住 那是因为 我们不舍得 小月这种日子 才不肯搬的 家飞不懂事 这老贺不懂事 谁不懂事啊 别说 您这时候千万要冷静 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您不能乱 乱 乱什么乱呀 一点都不乱 不测了点霸气 贺大叔从来都不把我的话当真 我这话就撂着 再乱查乱问 收房 第五婶 其实真的是我要先问的 闭嘴 不关你的事 走 咱们喝药去 来 慢点 五婶 太阳 太阳 把围巾围好啊 你呀 少管闲事 回去 你发疯的你呀 又来一轮 这就是你们给我的决定 现在就等你一句话 姜米亚 这样说吧 你今天能坐在这个位置上 凭什么呀 你心里应该很明白 你经验又浅 年资又少 只搞过技术 经济方面碰都没碰过 凭什么 就凭你是薛家宝的老公嘛 但最近我们听到一个绯闻 我们听到以后 都觉得很不舒服 很心疼 是说 你已经有了新的女朋友 早就把我们董事长薛家宝 忘了 那当然了 绯闻就是绯闻 我们必须要给你一个机会 亲身去澄清一下 我要告诉你 如果是真的话 我们董事会 对你的身份 还有未来的去向 会重新考虑 所以现在请你告诉我们 对于你有新女朋友这个说法 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 董事长 你可别哭啊 董事长 你先不来啊 董事长 你先不来啊 你先不来啊 董事长 你别哭来啊 别哭来啊 别哭来啊 董事长 别担心 敏良 他们还没有最后决定 就算决定让你离开 你还有一到三个月的缓冲时间 我们还有聚会 我不担心 我在这儿留着 一开始是为了找家宝 后来又为了家宝首页 我该做的 我能做的 都已经做了 现在我得为我自己 为另一个人着想 你是说家飞 她现在最需要的是时间 我得去陪她 我必担心 apt fot 我必须小心 拜拜 bên 一样的信仰的我一样的想法 和我一模一样吗 这是爱吗 不懂不懂我讨训 爱是继续紧张爱你呢 这么一见到你 我就只能看到你 这就是love love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说要上班吗 不上了 再来看看 要怎么办 再好这样的心情 不能平静下来 不能像之前一样的穿定 是爱的话怎么办 和我在一起 你的心情怎么样 像我一样紧张吗 一样的信仰的我一样的想法 和我一模一样吗 这是爱吗 不懂不懂我讨训 爱是继续紧张爱你呢 这么一见到你 我就只能看到你 这就是love love 我爱是继续紧张爱你呢 很喜欢你 很喜欢你 不管怎么样的你 就因为是你爱喜欢 这是爱吗 不懂不懂我讨训 爱是继续紧张爱你呢 这么一见到你 我就只能看到你 这就是love love 最初连你的想法都不知道 照顽不到对你发慌 某一天看着你看我的眼神 我不知不觉到 都要 love love 我爱是继续紧张爱你呢 我爱是继续紧张爱你呢 这么一见到你 我就只能看到你 这就是love love 这是爱吗 不懂不懂我讨训 爱是继续紧张爱你呢